針對特朗普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巴雷特的確認聽證會進入第二天 參議員文宣的重點之一集中在評價醫療法案上 如果巴雷特法官順利進入最高法院 他將能在下個月的一場有關這個法案的審判上作出裁決 在回答參議員的有關提問時 巴雷特法官沒有明確表示他會如何裁決 但反覆強調會保證自己的司法獨立性 他還澄清自己沒有向特朗普總統和白宮承諾過會在醫療法案 或者可能出現的總統大選結果決定上是給出什麼裁決 巴雷特說他從來沒有跟總統或者他的任何幕僚討論過 他可能會如何作出判決 對他來說 無論是作出這樣的承諾 還是被問到他會如何判決 都會是對司法獨立性的嚴重違背 他也認為任何人希望通過提名大法官 來達到一定的目的 都是對司法獨立性的完全違背 當面問到他在同性婚姻 墮胎權和槍枝管控上的看法時 他解釋說 大法官沒有權力 隨時隨地 對這些已經被判決過的案件 作出重申的裁決 但如果最高法院決定 受理新的有關案件 他會根據法律條文進行研究之後 作出定奪